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璀璨,番外零二 错下成为了那年的冬日限定 提前开放的大结局点播创造了新的点应记录 整体播放量更是居高不下 几个主要演员都因此长了一波粉丝 屈柳然都很激动地和金夏说 他现在多了许多绿竹粉 公司也因此更重视他了 一年前还有些不温不火的袁金夏 他更是因此人气大涨 手上可挑选的本子一时多到看不过来 有一项签他的商务代言也比以前多了好一倍 与此同时,他和公司的经纪人合约也到了最后一年 也许是觉得他续约的可能性不大 又希望多制造些剩余价值 金夏接连被公司安排了两部戏 连轴转的禁剧组拍了将近九个月 那段时间里,路易早年拍的一部相抵剧 趁着措下的余温开播 虽然口碑并不如人意 但还是因为路易的人气而收获热度 他这两年在公司的自由度相对较高 挑选剧本和其他工作上也有意识地放慢了步调 给自己留一些沉淀的时间 这年年底 金夏和原经纪公司到期后不再续约 他和路易的个人工作室正式合并 对外移下工作室的名义 共同处理夫妻俩的对外工作和商业事务 解约后,金夏先后推掉了两三部戏约 只作为飞行嘉宾参加了云上生活第三季的几期录制 其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休息状态 长时间不营业的状态 让粉丝们操碎了心 云朵村晚饭的固定闲聊时间 村长随意扫了眼正在执着的啃毛豆的金夏 脑子里突然过了个什么念头 随口问道,金夏最近一直在休息 是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吗? 在影视圈里人脉广泛又有些年纪的村长 与金夏认识多年关系亲厚 言谈之间也颇向长辈关心晚辈 金夏也丝毫不在意地应了一句 休养生息 是打算要孩子了吗? 包毛豆的手压根就没停下来 他轻轻笑了声,也轻松回答 嗯,这一段后来并没有放入到正片 而是放在了会员家常版的幕后彩蛋里 而且后期人员特别贴心地 将后两句问答的声音消除了 可没想到的是 拿着八倍镜看片的网友 直接解读出了唇语 村长是不是在问女儿修生养息 打算要孩子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夏夏是在点头啊 夏夏自从到期不续约之后 一直没接信息啊 大概是真的在准备吧 陆哥今年明显也放慢了节奏 看来多半也许大概是真的了 夏夏女儿好甜 莹莹莹一定是被村长问得想到陆哥了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能再二搭一个呀 我已经把错下刷了三遍了 哼 我五遍 刚好陆毅这两天有新戏开机官宣 评论区里居然是队形整齐的催生 还拍啥戏 回去生仔仔 这段时间陆毅正在锦阳拍戏 这部民国背景的大制作班底优秀剧本扎实 又有数位演技派老戏鼓加盟 导演近乎是不惜成本的对追求镜头语言 对单纲主演的陆毅有着极高的要求 同时也让他受益良多 而在错下中饰演靖王的徐芳与陆毅再度合作 在这部剧中饰演男二号程亮 与他平常在外拍戏有些许不同的事 今夏因为没有其他工作 跟着他待在锦阳 陆毅今天是八点的通告 他还是和平时一样六点多 就准备起床到酒店 健身房跑个步 昨晚睡前豪言壮语的 也要起来和他一起运动的某人睡梦正憨 听到闹钟响了 也只是翻了个身 对松开自己的怀抱似乎还有些不满 闭着眼睛又往他的方向挨过去 找到自己满意的位置抱好 他垂眸看着窝到自己怀里 不松手的小八爪鱼 满眼巨是无奈 揉了揉他的发顶轻笑道 我去跑个步 给你带早饭上来好不好 嗯 你别吵 沉迷赖床的人还嫌他太过躁 小脑袋蹭了两下压根不松手 再睡 十分钟 你想再睡一上午都没关系 他有意无意的捏着他的耳垂慢慢磨缩 清晨带着几分尘雅的声音压得极低 透着若有肆无的暧昧 不过你要是现在不想让我起来的话 有些过于明显的触感 让惊吓疏就睁开了眼 缓缓停顿了几秒后反应过来 往背后缩了缩 没有了 你起你起 前几天他起晚了没去跑步 是踩着点道的化妆间 晚上在酒店一起吃饭的时候 被徐访义有所指地调侃 他才不要重蹈覆辙 他的后退反而让路易起了顽心 压着人亲到他几乎透不过气来才松开 修长的手指贴着腰线徐须往上 却只是停在那处 晚上没有夜戏 我早点回来 我们出去吃 好 风扇在桌子上充电 你记得戴上 锦阳的夏天素有火炉之称 而路易他们拍戏还穿着硅整的西装三件套 今夏被他闹得有些痒 刚被清过的双唇水润 整个人软乎乎地陷在被子里 乖巧得像个小兔子 路易忍住 继续亲下去的念头 直起身 想吃什么 今夏想了想 小笼包 这家酒店早餐的小笼包 特别好吃 可是每周只供一次 还要去的早一些才有 那你再睡会儿 我跑完不给你拿上来 小兔子对自己的影响力毫不自知 弯着眼睛甜糯的笑 谢谢老公 路易无声叹气 听到房门被刷卡打开的动静 今夏喜笑颜开的迎上去 开口却是我的小笼包 路易对他向来是没什么辙 把打包盒递过去也一起往里走 今天是生煎包 你先吃着我去冲个澡 今夏边走边已经揭开纸盒 圆鼓鼓胖呼呼的小包子煎得喷香 撒了一层黑芝麻和葱花看起来 令人食指大动 可他却突然觉得煎过的包子 弥漫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油腻味道 胃里倒腾着反酸的不适 他本能地放下了那个纸盒 而且把它推得老远 最好一点气味都不要闻到 路易洗得很快 走出来 却看到今夏又钻回了被子里 神情也有些委屈 怎么了 包子欺负你了 刚才看到他突然觉得恶心 不想吃了 恶心 路易走到外间打开那盒 看起来毫无一样的生煎包 尝了口味道 与平日没什么不同 一时无法体会恶心从何而来 有哪里不舒服吗 他微微醋眉 回房又问他 今夏没了几秒 似乎是在闻什么气味 盖上被子不看他 你走开点 臭 路易置住 他哪里臭了 你走开你出去 我没胃口不想 吃早饭了你也别理我 今夏也说不上来 自己是哪里不对劲 只觉得哪哪都不舒服 让我一个人缓缓 没胃口这三个字 几乎从来就没有在圆今夏的字典里出现过 路易只得走回洗手间重新刷牙 关掉电动牙刷按钮的一瞬间 突然想起了什么 小小 他走到床边坐下 把蒙着的被子拽下来一些 腹下身低声道 你是不是晚了好几天了 什么 今夏被闷得有些不透气 脑子没跟上趟的傻傻反问 路易完全没了法子 鼻尖蹭了蹭他的 眸光里满是浅犬温柔 傻瓜 他顿了顿 才继续道 我去买检测条 乖乖等我 今夏愣了半晌 等人都出去了才从漫长的反射壶中提取到关键信息 脑子里却反复回想着一个念头 不会 这么准吧 被孕药孩子是在他们计划中的事 但路易没想到 今夏在确认自己怀孕的第一天 哭到停不下来 原因是 他想提前送他回北城 陪他做完初步检查后 再单独回来拍戏 这个戏少说 还要拍两个月 你留在这我分不出时间照顾你 路易耐心哄着 他今天和剧组 请了半天假打算 把今夏安顿好 顺便让上官熙 提前约了北城私立医院的门诊号 你 知道什么呀 满腹委屈的今夏哭的打了个耶 剑卡要十二周以后 我现在才五周 去什么医院啊 你又没经验 我都生过了 他哭笑不得 那是你拍戏 说得好像他真生过似的 回家还有妈妈能照顾你 好不好 我不要 他今日好像特别倔强也特别委屈 双眼哭得通红还挂着泪 你欺负人 有宝宝了你就不要我了 还要把我送走 来的时候 你说不想和我分开那么长时间的你骗人 呜呜呜 他声泪俱下的控诉 让路易百口莫辩 好似自己真的 屎乱中气了一般 原本还梳理的有条不稳的计划 完全没了方寸 只得把人揽进怀里 小小乖 先别哭了好吗 你都不要我了 我为什么不能哭 这怎么还成他 不要他了 路易深深觉得这道理是讲不清楚了 只好继续拍着他 顺毛缕 好了好了 我不送你回去 我们先在锦阳约个检查 等到日子了 再回北城好不好 今下从他怀里抬起泪湿的毛子 说话都还带着哭腔 真 真的 真的 他彻底投降 心疼的一点点吻去他脸上的泪 双臂紧紧的将他圈在怀里 而后吻在他唇上 在唇齿相依间涌涌思雨 初初的惊喜紧张到刚才的无奈都慢慢平复下来 只化为一个念头 他们的宝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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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